您有听说过低碳灵里吗 桃园市政府近年来积极推动社区发展 其中卢族区的景星里 除了在光明和平公园的单车扑道 设置各式各样的装置艺术 同时近期更将提案围墙彩绘美化 并借此打造树印记忆墙 这个是我们的树印记忆墙 那当初这一个墙面是有差不多140公尺 那我这边的话是想说 利用我们一些环保的东西 来制作我们的记忆墙 那我首先我就是用我们的树干 就是我们的光明和平公园 当初修剪的树干 不要的树干 把它裁切成一片一片的 那我们彩绘了300片的树片 那在彩绘好之后 我们就把它加工 就是系上我们的亮光漆 然后贴上他们名字 贴在我们的这片的墙面 走进桃园市卢族区的景星里 光明和平公园的提案围墙上 挂满了社区居民的彩绘创意 其中还有知名动漫 鬼灭之刃的人物彩绘 而景星里透过将废弃木材 回收再利用 并借由民众的双手 要共同营造社区发展 我希望说用这个树片 然后标示出我们一个景星的特色 可以标示成一个景星的地图 然后一个景星的地标 那借由这个地方让人家知道说 这就是我们景星的光明和平公园 那我未来还是希望再进一步 希望筹措至少要一千片 未来我可能会选择一天开放 李明来我这边领取竹片 然后让他们去把小孩子的脚竹机 或者是手竹机印好之后 我们再加工之后 也把他彰天在这边 可能在三四年之后 他就看到这是他小时候的照片 目前光明和平公园的提案围墙 中共挂上了高达三百个彩绘束片 不仅让原本的白色墙面 变得色彩缤纷 同时景星里里长也将持续推动 树印记忆墙 并邀请民众共同来彩绘 期望要借此凝聚社区居民的 感情与记忆 记者网络军台报道